三国演义第113回 丁凤定计斩孙琛 江维斗阵 我等爱 书界上回 却说江维退军而回 司马赵大喜 中赏了等爱 魏国和蜀国之间的战事 也告一段落 至于说哪东吴 最近也动乱不断 之前提到的孙琛性情残暴 吴主孙亮年方十六 聪慧过人 他看孙琛杀拔太过 心里就想 如何能够扳倒这个家伙呢 一日孙亮和皇门侍郎全计哭诉 这孙琛欺人叹慎 我 我要杀了他 全计则说 陛下但有用到臣的地方 臣万死不辞 于是孙亮吩咐全计 延起守家军马 并与将军刘成 收好成文 孙亮自己呢 则要亲自去杀了孙琛 临走 孙亮嘱咐 全计啊 这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你老妈 你老妈是那孙琛的亲姐姐 切记 切记 全计答应着 回家就告诉了老爹全上 全上呢 则秘密告诉了妻子 妻子呢 则当然有秘密告诉了孙琛 秘密不再是秘密 孙琛得知消息 大怒 先发之人控制了整个国都 随即带兵攻入皇宫 将孙亮废掉 立狼牙王孙修为皇帝 从此 孙臣更加交恨 更加不把皇帝放在眼中 要说有奸臣的地方 自然会有忠臣与之对抗 孙臣张牙舞爪 满横不可一世 却不想 左将军张布 老将丁凤 毕竟和皇帝孙修 布好计策 要置他于此地 却说一日 皇帝孙修大会群臣 宴会中 忽然间宫外起了大火 孙臣还不知道咋回事 就见张布 拔剑在手 带着三十多名壮汉 抢上殿来 直接将孙臣捉住 至于孙臣的兄弟 同党 也被丁凤带人 在宫外捉了个干净 至此 孙臣一挡 彻底垮台 丁凤 张布等人 中家封赏 孙修干了这一通大事 也要向临帮夸耀一番 于是他派人 通知了西蜀的刘善 带使者回来 孙修就问 你看这西蜀如何呀 使者说 刘善最近 重信太监皇后 朝政荒废 我经过田野间 都看到百姓们 面黄鸡兽 真不咋地呀 孙修听了 便感慨不已 聊到了西蜀 却说 西蜀的江维 最近又要起兵 乏味了 他以料化张艺为先锋 仍然迎出齐山 当时邓爱正好在齐山寨中 听闻江维来宫 他连忙登高而望 仔细一看便找到了 江维 迎寨的弱点 于是他赶紧回去 派人挖了条地道 出后正好就在江维 左寨之中 当夜 邓爱 齐袭左寨 江维 听闻 左寨有呐喊之声 急忙来到大帐 命令全员 有妄动者 斩 有敌兵到眼前 就以弓弩设置 果然 卫军冲击了几十次 都被强弓禁弩设回 邓爱没办法 只好先行退军 到了第二日 两军在齐山前列阵 江维按武侯八阵之法 排好阵势 邓爱也拨了个阵 两人都起阵来 只见江维 骑自一招 阵法忽然变成 长蛇卷地之阵 将邓爱 围在了中间 危急时刻 司马旺杀入 将邓爱救了回来 邓爱回到寨中 便对司马旺说 明日你和那江维斗阵 我呢 去抄他的后路 江维见魏军还不撤退 还要继续和他斗阵 先说 你不就是想要趁机 从后偷袭我吗 我便将计就计吧 次日将为装模作样 跟司马旺斗阵法 却在后路埋伏了重兵 邓爱正好撞在枪口上 身中四箭 大败而回 咱说老是卫国出政变 费皇帝跟娃儿似的 这一回终于见到了 东吴的费皇帝 要说费帝孙亮 其实输得真冤枉 他本身还是非常聪慧的 记载说 一日孙亮令皇门太监 取蜂蜜来吃 却发现蜂蜜里有老鼠屎 抓来那管库房的 库房说绝无此事 这蜂蜜就前两天 皇门太监来要过 他没有给吃 孙亮听完则说 那就看看 这老鼠屎里面 是干的还是湿的 如果老鼠屎 待在蜂蜜里很久 里外自然都是湿的 若老鼠屎是刚刚放进去的 那必然就是干的 结果一看 果然是干的 皇门太监 不发认罪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 聪明的皇帝 却没有一个 给力的大臣帮手 他都已经提前吩咐了全技 千万千万别跟你妈说 可这全技还是藏不住秘密 告诉了佳人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如今东湖政权动荡 为事物再次交战 三国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咱们下回分解 跟本人一起团队友 谢谢大家 经常